在美國國會昨天參議院 一個不需要改選的參議員 叫Josh 那 他在昨天參議院作證的時候呢 他就針對 英特爾的這個 等於是執行長 這個執行長 哈利 這個Josh 哈利 他是非常有名的反華議員 他就問這個 這個 英特爾的這個執行長 英特爾的首席貿易官 執行長 叫Jeff Ritner 他說 這個 你們為什麼投資這麼多在中國大陸 不斷的針對 英特爾跟 大陸之間的這種 關係 來做供給 那 Ritner 他就說 我們投資大陸所得到的利益 轉為投資在美國 而使得美國更加的有發展 那他就拿了一個金融時報 那個 George Hawley 霍利 的報導說 英特爾 從美國拿錢 然後呢 投資到大陸去 可是 Ritner跟那個參議員 報告說 我們到現在為止還沒有拿美國一毛錢 所以這個報導是有錯誤的 而且我們對大陸的投資 獲利 轉而投資在美國 反而擴大了美國這邊的產業跟 這個 技術 那為什麼你們一直要到大陸去 因為中國有特殊的技術 這個我們需要跟他合作 他當然也講到這個市場的重要性 因為英特爾在中國大陸的這個市場 將近佔他整個營收的27% 27% 我想大部分的這些大型的企業 在中國市場 這個佔四分之一 27% 是 比比皆是 基本 對 有的是更高 對 有的更高 你看像那個回答 那個 他一定要做一個就是 中國 特工晶片 對不對 他甚至可以說我都不用台積電都可以 有一些這個晶片 那台積電主要都是做這個比較高端先進 那 這個哈利 他就不滿意 他就倒過來說 那你知不知道 中國新疆 以及中國的這個工廠 有強迫勞工 這個Ritner就很清楚 他說我不是專家 我不做這方面的評論 你不知道嗎 承不承認中國 有強迫勞工 他不斷的逼問 脅迫 這個Ritner就是不願意說 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我不能說 我反對強迫勞工 但我不知道 我也不能說 在中國有強迫勞工 他最多只是這樣講而已 這個哈利 氣到就拿 他其實是有準備了 他那個幫 他的助理幫他準備 他說 你之前 記不記得 你們Intel曾經 說 不會使用來自於中國新疆的這個產品 結果後來你們還道歉 你現在是不是 把你們當初這個 不用中國新疆的產品 是不是因為有強迫勞工 用這個東西來反逼 Intel的這個執行長 Ritner 那 Ritner 也就是說呢 這個是當時的情況 我們也表達出當時的這個 剛開始的做法是不對的 所以我們收回 道歉 不管是真是假 還是因為市場的考慮 Intel 他不願意在這種美中對抗的這種口水戰當中 仇恨戰當中 被捲入 因為被捲入 其實他就失去市場 甚至失去大陸自己 他自己承認 大陸已經發展出來的一些相關的這些製程的技術 就不比美國差 不比 這個台灣差 台灣就是在 這個先進制度上面 還有這個領先的 這個數年的時間 所以呢 Intel他也知道 這個是他作為一個 美國企業 國際企業 一定要守住的 因為這個市場已經是完全的整體化 國際化 所以呢 這個Josh Howley 就不斷的在批評 但是呢 最後他 Intel的執行長 還是說 我 沒有辦法回答這事 你找專家來回答這個問題 很強硬啊 那Howley說 這根本不需要專家回答 這個問題不難說 美國就業很重要 美國的國家安全很重要 強迫勞工是錯誤的 中國的強迫勞工是錯誤 他只好自己這樣子 自圓其說的 下台了 在美國 美國這些聯邦的參眾議員裡面 這種 這種人很多啊 是 對啊 就是一個小麥卡錫啊 小麥卡錫啊 對啊小麥卡錫 小麥卡錫 他就是 他就不要哪裡來的仇恨啊 對 對不對 然後呢 管人家的事好像 天經地義啊 他們不管美國的這個國內的人權狀況 對 美國的人權狀況一塌糊塗啊 你去看看美國的 積壓這些非法移民的這種 這種居留所 對 兒童跟父母是分開關的 沒錯 美國有兒童監獄啊 知不知道 他為什麼不管呢 對不對 所以就變成就是說 我們很難瞭解為什麼會有這種人 新疆 他是新疆人民選出來的美國議員嗎 他有資格去管新疆的事嗎 可是問題就是說 這些人就是自大狂妄到這種程度 對 這個就是侵略主義的本因在他的基因裡面 對 他就認為他就可以去管別人 是 而別人不能管他 他也不論他自己身上有多少問題 可是他只看到別人的 他把別人看出都是問題 所以這是一個 我覺得美國人的有這種基因很多 很多 那也這就是整個 為什麼我們今天想不透 為什麼有人去殖民人家 有人去什麼 有人去 就好 就是說操控別人 典型的種族歧視 他是種族幽默感啊 他認為這個世界是由他來決定的 對 他雖然住在美國 他居然管到新疆去啊 對 結果美國之境內的這麼多問題 他都視而不見 對 而且他還要 美國的其他人不知道他想法 他就這樣子對人家 對 所以你要知道面對著美國 還有這個西方文明就是這樣 但是文明的骨子力就是這樣 對 那今天譬如說啦 我們看看西方人主導的國際政治史的時候 你不要只看一面 光一個非洲 他們在非洲賣了多少奴隸啊 是啊 那奴隸是脖子上拴著鏈子 對 那個歐洲人到了澳洲 澳洲人也被當奴隸啊 澳洲的原住民啊 現在很多鏈 很多都還照片還在啊 鐵鏈栓在人家的脖子上 他憑什麼這樣做啊 就是有這種傢伙這種人啊 他認為他就是 他替天行道了 他管人家啊 然後呢 完全沒有自省 沒有自我反省的能力啦 那可是問題就是說這種人在美國的社會他可以位居藥金好 可以坐在那邊好 坐在參議員的位置 那就是他的文化跟他的文化基因有問題嘛 反映出這個 對所以我們今天不要用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基因去評斷另外一個文化文化基因的人 我常常就覺得就是說這就是不同文化 那不同文明的人就會幹這種事 對不對 所以我常常覺得中國人都太客氣啊 對 如果人家家裡來 人家跑到外面要來管你家裡的事 你還跟他坐下來討論你家裡的什麼事 應該說你沒有權利 對 應該改變一種態度 你去管一管 你去看看研究人家家家裡發生什麼事 對 我們從來不研究 有嗎大陸是現在每年有出美國人權報告書啊 都沒有燒到養醋啊 對 都沒有燒到養醋啊 嗯 對不對 你做的不夠深入 對 你要去研究一下 你就要派人去研究印第安法 嗯 你去上美國law school拿個結題 你就研究印第安法 是 美國如何對待他自己的原住民 你就研究原住民就好 對 然後再看看原住民的現況 是 你要真正有那種熱忱的人去研究 然後你願意幫助美國原住民化 嗯 你會發覺美國政府對原住民的做法實在是 對 那種還是在一個種族滅絕的一個延續的政策裡面 對 對不對 它的基本出發點就是種族滅絕 當然 這都是美國的問題啦 嗯 那 可是我們中國人就是說啊 不太管人家家裡死 嗯 大概講管家裡死 可是現在你面臨這個美國這種極具侵略性的這種文化 嗯 他是集西方之大臣 極具侵略性 嗯 對 到你家裡來還要把你改變成他 嗯 就是這樣 對 他的文化是這樣 嗯 他沒有入境問俗 對 你看我們大陸先生搞的一代一代一代講 到哪裡就用那裡的方式做事 對 這個西方人沒有的 完全沒有這個文明啊 他消滅掉你這個文明 比如說南美洲瑪雅文明 嗯 或者說印加文明 嗯 他是把你全部消滅掉 對 你比如說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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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秘魯 當初西班牙人 把你那個城全部都全部都毀掉啊 嗯 然後你的那些文物他都跟你融了 他黃金都跟你融了 黃金王國啊 對 那完全不尊重你的文明啊 嗯 你像英法聯局到中國看到我們的圓民園 嗯 他看到是藝文化就把你燒掉了 嗯 毫不 你要中國人去今天進入老 進入老的進入老的這個巴黎 絕對不會去曬他 燒他的羅浮宮的 嗯 我們是尊重文化 他們完全不同 嗯 完全不同 中國人根本不會去進入 軍事進入巴黎啦 中國人 中國人就是說沒有侵略性 對 然後攻擊性比較少 然後呢 這個尊重不同的文化 對 存在的價值 是 對 才有世界命運共同比 跟你問 你問 你現在碰到這一群人 他是沒有這個文化背景 跟底 嗯 所以你要怎麼在這個好 你要說 轉換他 還早了 嗯 那你就說怎麼樣在跟他要 越來越密切的接觸的時候 嗯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知己 更要知彼 嗯 不要用自己的文化去想像別人的 嗯 別人的想法 你要站在他的文化上 他就是這樣 我覺得大使這個講的更深刻 嗯 因為你看到 我剛才舉這個案子 嗯 就是 George Harley 針對 Intel的執行官 哦 Jeff Ritner 這樣子的一個對話 嗯 其實 Jeff Ritner 當然是美國人啊 嗯 Intel是 百分百美國企業啊 嗯 他為什麼不跟著美國的這一些高官 同樣的針對中國的所謂 強迫勞工啊 還是違反人權啊 語批判啊 啊 去負荷他 因為 你如果負荷的話 你來自於你的政府一定會給你更多的錢嘛 他是要跟美國政府要錢呢 可是他知道 Intel知道 中國的市場 對不對 中國的技術 是他作為一個國際跨國公司 不能夠去忽略的 而最重要的是 這些美國政治人物所指控的這些事件 哦 不是事實 不是事實 對不對 有一些個案 他把個案變成誇張變成好像系統性的人權迫害 哪些地方沒有所謂的個案的那種人權的問題 是不是 美國的個案才多了 美國根本已經是系統性的 你想想看美國這些非洲裔 拉丁美洲裔在 那 他們叫Inner City 就是城市裡面的這些地區 哦 那因為美國的這個社會 對於福利政策 對於這些 這個健保 一直不斷的這個爭議 所以使得這個中下階層永遠在中下階層 這也是為什麼川普在2016能夠當選的原因 耶 可是呢 美國的主導的這個 他的世界觀 哦 卻不是這個樣子 他在守護他自己本身既得利益者 哦 的這個利益 而看到有 這個 大國崛起挑戰他 那當然就是 非我除類 然後呢 會把一切東西用放大進 那個傢俠哈利 他在香港 就是整個這個事件過程當中 他一天到晚在那邊批判 非常的兇 後來北京還把他 這個 這個列為制裁名單 對應該要制裁 對啊 所以 你對這種人你只有制裁 所以 也就是說中國 要 要制裁的徹底 要制裁徹底 不要名字 登據上去 他還是照樣 我行我 他照樣該得利益他都得了 是 就跟 就是說 這個 天天打中國大陸 還可以從中國大陸賺錢的話 這就不行了 我知道 這個大使在講誰 那 所以 大陸當然 我們慢慢的發展 你的市場 你自己的本身的這個技術 然後呢 你的各個產業的領先 使得這些美國歐洲國家 都不敢去忽略你 但是呢 當他不斷的還是攻擊的時候 你也要懂得 現在開始大使所說的 要反擊回去啊 一定要反擊 對不對 你不反擊你就 你就 你等於讓他覺得他做的都是對的事 對啊 而且要有方法 對 要有系統 對 然後要針對性 我跟你講 以前我們在學校念書有些同學就說 你不要小看那些能夠侵略國家 別的國家的那個國家的能力 是 那是一種能力 那是一種能力 你有本事去侵略別的國家 你也不要小看那能夠去侵略別的國家那些國家 對 他的軍力就可以投射 對 對不對 他可以一下就可以三萬海軍陸戰就進入到你的土地 對不對 這世界上有這種能力國家不多啊 對不對 這就是一種能力 對 然後他研究你的 他研究你的這個文化歷史 嗯 你知道日本人學西方人學的多徹底啊 嗯 日本人從人類學家開始培養 嗯 對不對 台灣的原住民這個調查 以前有個鳥居農場啊 在台灣做完以後他又去哪裡 你知道 他又去了內蒙古 蒙古 因為這都是美國日本人準備要侵略統治的對象 當時呢 對 他從你的人類學開始學起 對 他瞭解你的這個好民族性 對 他瞭解你的歷史 從你這個土裡 土裡面的文明文 研究到你現在 對 嗯 對不對 那 美國要打日本 橘花語劍 嗯 嗯 他研究你的文化 嗯 然後麥克阿瑟到了美 到日本以後 他的車子就加倉窗簾 嗯 他不讓你看到 他搞成神秘性 嗯 對不對 嗯 就是他知道你的文化 用你的文化 對 那 說實話 你看看 這個 這個 我覺得 我覺得 中國人對很多不同的文明 尤其這種 社會上的習俗性的了解 都是很膚淺 都是很表面 其實 用相互尊重 嗯 但相互尊重啊 是彼此相互 這個相處的態度 嗯 但是你要了解對方 對 你要深刻了解對方 尤其是你的競爭對手 或者不斷的一天到晚 在批評你的人 他如果講的是實話 我們來自我檢討 嗯 對不對 他如果講的不是實話 而且不斷每天在那邊講 部分把它擴大 而且逼的別人也要這樣子講 那你就知道他背後的動機的原因很清楚 嗯 所以你也要了解他 你要分析他 然後你要怎麼樣反制回去 那當然你也同時把你自己的情況 事實的情況 講得更清楚 有的時候事實勝於雄辯 但雄辯 有的時候會 扭曲事實啊 今天的社會大部分是事實被扭曲的時候啊 就是啊 對不對 對 事實啊 事實 你看那個ABC組織 因為大家都講認知戰 認知戰啊 都會每天在認知戰 因為我有時候在想 我一直在想說 菲律賓間跟中國大陸 硬剛中國大陸 對 你要如果是美國的話 是 美國發覺在不能用軍隊解決的 對 他CIA就出動了 是啊 他把你政府就掀掉了 把你這個政府就把你掀掉了 對啊 那問題人家有這個能力啊 是啊 人家有這個能力 對 對不對 對 你今天比如說穆沙德 今天要打這個 政主黨的哪一個領袖 以色列的情報組織 穆沙德就會告訴那個人在哪裡 你飛彈往那裡打他就跑不掉了 對啊 人家有這個能力啊 這個能力是很重要的 在國際政治上就有這種能力啊 沒錯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就變成就是說 圖有 圖善不足以為政 對 我只有善念 不行的 政治是要講手段的 要講工具的 對 要講工具的 要講工具的 對 對